很多人喜欢吃火锅 但是又担心热量高而且油腻 但是高雄这一家 有减重集团开的火锅店 却是用蒸的火锅 留住了食材的原味 老板引进北非摩洛哥的塔吉锅 首先在锅底打一个洞 底下再放一锅昆布鸡骨高汤 利用汤滚的蒸汽把它蒸熟食材 让加拿大龙虾吃起来鲜甜紧实 完全是原汁原味 等到了锅底的高汤 接收了食材的原汁之后 煮成火锅吃起来相当够味 圆拱形的欧式建筑里 优雅的小提琴秀正在上演 以为这里是高级西餐厅吗 仔细一看答案揭晓 人人桌上都有一锅 造型特别的圆锥形火锅 居然不用汤煮 而是用蒸的 让人耳目一新 这个锅它叫塔吉锅 它是从北非摩洛哥流行到日文 然后我们再把引进过来 那有做一点改良 就是它的底部我们有穿洞 所以它蒸煮的同时 它的海鲜肉蔬菜的精华 会递到汤锅 那我们同时食材可以享用 那享用完之后 再用这个精华来煮火锅 利用底下昆布鸡骨汤锅的蒸汽 蒸熟食材 还可以先蒸再煮一锅两吃 让客人享受到原汁原味 也比较没有负担 引进这特殊锅具的 是知名减重集团 这次跨足餐饮界 连上菜顺序都经过营养师设计 打头战的第一盘 一定得有五色蔬果 像是莲花火龙火 秋葵铺类等12个种类均衡营养 配上竹脚海鲜可以三选一 有红干 沙公 或是来自加拿大的活动龙虾 生动是因为它是活了之后 我们直接把它冷冻 那它保持它的肉质的口感 比较Q弹的 加拿大都是那种圈氧 就是放到外海氧 最受欢迎的加拿大龙虾 简单清蒸 吃得到虾肉的鲜甜 肉质大快 竟是有弹性 那种味道是平常有时候 我们会清蒸 蒸一下那种甜度是不一样的 真的很清甜 连我小儿子都说好甜 太甜了吧 他这样讲 蔬菜类建议可以沾点红酒醋 带一点酸甜味 有听说 火锅是用蒸的 那我们就来尝试看看 蒸的到底是怎么做法 用蒸的话 它比较不会那么重口味 清淡 吃完了海鲜 接着第二盘是能无限量 吃到饱的各种肉类 因为是用蒸的 主厨还特别研发各种特色沾酱 附上生蛋黄 加入美国CHOICE等级的牛五花 蒸到五分熟 再搓破蛋黄均匀沾布肉片 增添了滑顺的口感 还有一定要尝尝用新鲜水果 现打的奇异果酱汁 酸酸甜甜还能解腻 或是棉花糖设喜烧酱 均匀混合之后用肉片沾着吃 滋味甜咸交错很新奇喔 味道不错 很紧减 还有真的很淡 我从来都没有吃过 喜欢吃牛肉 牛肉对 因为这边沾酱也都很特别的 对对都特别设计的 海鲜类还有草虾 扇贝和酒孔 可以淋上啤酒蒸煮 增加酒香甜味 滋味更鲜美 除此之外 自助食材区也有将近20种食材 统统可以吃到饱 其中像调酒一样漂亮的 可是主厨自制的汤底 当客人吃完蒸煮的食材 塔吉锅底下的高汤 接收了食材原汁 汇其成的精华高汤 更加鲜甜 这时可以搭配喜欢的汤底 变身鸳鸯锅 客人常点的绿咖喱锅 主厨用柠檬叶 小茴香和鱼露等食材来炒 浓郁香醇的滋味 无论煮什么食材都很够味 建议可以放入手工制作的 咖喱鱼丸或是樱花虾丸 都是别处吃不到的 主家滋味 丸子脚类的东西 都是纯手工自己在做 然后也是自己捏纸这样 对 那我们也是自己去买 鱼货那些东西 自己才买 对 自己才买 然后再回来炸成香这样 仔细瞧 这里的鱼浆造型还真日式 和鲁鱼紧密结合 就捏成了沃寿丝 戴顶豆皮帽子 变身为豆皮寿丝 还有相似度 几乎百分百的花寿丝鱼浆 主厨用卷寿丝的方式 包入花枝浆和湿木鱼浆 让客人一次能吃到两种口感 因为它这边比较养生 又会再变菜单这样子 尝试一些新的啦 它们的服务也蛮好的 这边帮你 对 看你有什么需要 它都会尽量满足你 生怕客人将食材蒸过头 反而流失美味 每张桌子旁还会有一位服务生 帮忙蒸煮相当贴心 开店至今两年内 台北高雄已经拥有三家店 这名真的美味 果然让生意蒸蒸日上 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